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孟参老和尚 一天十部地藏经 一万生地藏圣号 今生得救 将来也得救 我有个弟子 银行亏空九千多万 没办法偿还 判刑二十年 他在监狱里头就念地藏经 念地藏经 赶化监狱长 很多人跟他念地藏经 他止住几年就提早放出来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感应 他的第二个感应 他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生下来 就是小儿痴呆症 七八岁都不会说话 耳朵听不见 生下来就是聋哑 第一次和我们朝五台山 到观音洞喝观音水 他下来就感觉好了一点 会叫妈妈 但是言语不清 我们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楚 但他的妈妈有感觉 这次我到台北 他大女儿已经读七年级了 恢复正常了 他认为这是地藏菩萨加持力 他有时候一天送十部地藏经 还念一万声地藏圣号 这样做不但今生得救 将来也得救 类似这个例子也有 例如得癌症的病人已经第三期 癌细胞扩散了 那他念念就好了 医生已经判他死刑了 不可救 没办法 但他现在完全恢复正常 我举这例子就是让大家升起信心 温哥华道友们知道一些 我们在那个地方讲战察经 大成大吉地藏十轮经 他们都听地藏经的词带 最近他们请我回去 到他们那儿再讲讲地藏经 地藏三经才圆满 他们都念地藏菩萨 都拜沾茶颤 我看这儿拜沾茶颤的 我在的时候 还有几位道友跟我拜过几天 我不在 没听过有谁在拜沾茶颤 也许有 我并不知道 这是秘行 现在的众生要求现实 如果没有什么加持感应 他会说佛法不灵 不信了 不信就走极端 这种例子很多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拿摩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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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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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